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宣传卷烟新品的信息吗? 大家好,我是烟草经销商小七 有网友问,卷烟零售客户依法办理了烟草专卖零售许客证 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宣传卷烟的新品的信息吗? 这样做合法吗? 这是不可以的 通过微信朋友圈宣传卷烟新品的信息是违法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2条第一款规定 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公共场所 公共交通工具户外发布烟草广告 禁止向未成年人发送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 依照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 第五条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生产 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 以及禁止发布广告的商品或者服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禁止利用互联网发布处方药和烟草的广告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四四条规定 除了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 或者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企业 依法销售烟草专卖品外 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不得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烟草专卖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规定 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是 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网店经营卷烟由于是虚拟场所 不满足有固定场所这一要件 因此不具备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条件 即使实体店已经申领了许可证 也不代表有权在网上销售卷烟 根据刑法和烟草专卖法律法规 未经许可在网上销售烟草专卖品 经营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 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非信属于大众传播媒介 也是互联网传播媒介 因此不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 发布卷烟新品信息 这样做是违法的